高日坐在這兒吃肉粽八年準一話 又還有一項就是掛香香囉 三三香老人會 今天就安排中部自己來做香香 第一下今天要訪問一下 中部的一尖一山自己來聽 不然是廚師 也會在我們古早時的回應 香香是高日坐在這兒吃肉粽到八年準一話 另外一項不可以省著的事情 三三香老人會今天的客廳 就是來做香香 三個小朋友 這就是要送給小朋友 這下的社工表示 十多其實對客的減肥東西變不成分 只是在手段站在面上 因為身體退化的原因 所以會稍微看得到一點點 只要大家再訪問一下 十多做香香的速度就會很快 這個月就端午節 然後就想說做個手工商包 以前做的手工商包都是那種小孩子做的那種 所以比較可愛 可是這次我想要給阿嬤帶點不同的 就是比較傳統的這種布的花色 然後去做一個香包 然後香包裡面 以前都是用棉花 然後這次就是給他們塞艾草 這樣子會更香 然後更符合端午節過節的氣氛 欸長輩他們眼睛手退化是難免的 但是因為生線活是他們年輕的時候 就比較常接觸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可以喚起他們的那個記憶 而且而且他們年輕的時候 縫的比較多 他其實手部的那種肌肉記憶都還在 所以應該是不用不會太擔心說 他們是做不來的 山西鄉老人會總幹事表示 因為社會恩賤 讓最近的氣氛是越來越薄 實在有一點蠻好色 因此老人會希望就這樣滑倒 換成大家可以開業最近的意義 尤其是香香的製作 雖然說現在的工藥科技很豐富 用多次製作中美的香香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比較少有時就要親手一沾一山來天 這樣這個香香就非常意義 今天我們老人會 利用我們台灣端午節 要搞這個時機 請我們自己的老師 來教我們鄉親 來教我們鄉包 這主要是 目中因為我們端午節夠了 有一個應徵的理由 利用這個機會 讓我們在社長做手機 當然一方面是 我們要來慶祝我們端午節 一方面就是利用這個應徵的理由 讓我們在社長做一個印象 對我們端午節的意義 端午節其實我們農的 只吃肉粽而已 端午節慶祝就吃肉粽 其實我們這個香包的製作 香包節能 趨吉避凶 所以這個意義很好 所以我也希望利用這個客廳 除了讓我們在社長 應徵的這個鄉包 要讓我們大家更了解 這個鄉包的意義 就是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讓我們鄉親社長 了解我們為什麼這個鄉包的由來 大家是不是還記得在在社長的時候 每晚五日坐的時候 年會比較大的時段坐在大門口 認真甜香香 要讓聽上去四歲的希望呢 那如果是這件需要做的事情 也是一種精神的團成 新俊華新聞利品紅色塞 彩虹波德 彩虹波德 要把事情都進行了 但是保存在這些08